相对于教务处的愁云惨淡人养马翻, 赤恩恩很淡定地带着吃宝贝回到了他们班上, 把她的东西都整理好。 班上的其他同学都听说她用花盆丢老师的事迹, 这会儿见赤恩恩带着她回学校整理书包, 纷纷地露出了忧愁的神色。 特别是班上的女生,都顾不得上课了, 扭过头,低声地问收拾书包的酷帅少年。 喂,吃警察,你没事吧? 为什么要收拾书包呀? 是不是学校出发你回去休学呀? 你妈妈没有骂你吧? 明明就是邱老师不对,学校就是偏心, 邱老师讲个讲得差得要死, 一天到晚就会抱怨我们, 我都烦死她了。 吃宝贝从头到尾都没有回答一个人, 漂亮的俊脸上透着冷俊的神色。 三两下就把自己座位上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拎起自己的书包,跟着吃恩恩走了。 班上一阵骚动, 特别是几个平时暗恋她的小女生, 隐约地感受到了些什么, 纷纷地朝着后门上望去。 吃警察怎么走了? 她不会是被学校退学了吧? 不要啊, 我们班上难得有这么帅的男生, 她要是不读了, 我每天来上课的动力就没有了。 应该不是吧, 可能只是被她的妈妈带回去反省几天, 学校不是最喜欢这样惩罚人了吗? 他们在下面叽叽喳喳, 嗡嗡嗡地就跟个蚊子似的, 高得台上的老师都没有办法继续讲课了, 只能是重重地敲了一下讲桌, 提醒他们闭嘴, 安静上课。 吃恩恩是听到了教室里的女生们 焦虑不安的窃窃私语声, 一面无语, 吃宝贝的人气高, 一面瞥了她一眼, 将嘴唇铭起, 走出了学校。 离开学校之后, 她没有急着回去, 而是把吃宝贝带到了学校对面的那家小吃店, 点了她最喜欢吃的波波鸡和菠萝饭之后, 坐在她对面认真地看着她。 她也不说话, 就是这样看着她。 不到三分钟, 一只绷着脸不说话的少年总算是帮不住了, 抬起头, 漆黑的眸子倔强地看了她一眼, 又低下头, 嘴唇温冻地跟她道歉。 女人, 对不起。 痴安安心平气和地问她。 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吗? 嗯, 知道。 少年的头压得更低了, 声音闷闷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该动手, 对方还是老实。 算了, 你知道就好, 下一次绝对不能再这样了。 她说完, 见吃宝贝情绪低落, 有神出手摸了摸少年的头顶, 柔声地说, 让一个人认识到错误的方式有千万种, 暴力是最不好的那种。 吃宝贝慢慢地抬起头, 漂亮的脸蛋上看着就会让人喜欢上。 她谋如点墨, 郑重地点头。 她家女人说得对, 她应该用委婉一点的方式, 至少不该弄得这么明显。 她害她家女人被叫到了教务处, 和人吵架了, 那个男人才是摔伤了胳膊, 太便宜她了。 吃恩恩要是知道她在想什么, 那肯定是要狠狠地捏一下她的脸颊了。 她家宝贝儿子太负黑凶残了。 可惜呀, 吃恩恩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听到她闷闷地道歉声, 本来还有一点生气, 现在气也消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手机响了。 她拿出手机一看, 果然是某个人的电话。 吃恩恩也没有避开吃宝贝, 直接就接起了电话。 喂, 北娟, 你在哪儿? 随着年纪的增长, 这个男人越发地成熟稳重了, 声线也越来越迷人。 怪不得, 韩文文回国看到她, 就执着地跑来要找自己的麻烦。 不过, 她每次打电话过来都是这一句, 就不能有点心意吗? 搞得她每次都有一种被学校教导主任查岗的感觉。 幸好吃恩恩都已经习惯了, 反正她就是占有欲强, 恨不得一天24小时地把她控制在视线范围内。 她稍微地离开她的视线, 两个小时内一定会接到她的电话。 我在迟宝贝学校附近, 你要回来了? 出人意料的是, 丽北决打电话并不是要回去。 没有, 我手里还有一点事情, 处理完了再回去。 哦, 那她打电话给她干嘛? 她仿佛是听到了迟恩恩付菲似的, 低沉的声线从手机那头传来。 我要知道你在哪里? 这个理由够霸道, 迟恩恩竟然无言以对。 我在学校附近, 等一会儿就回去。 嗯, 等我回来。 丽北决也没有问她为什么在迟景晨上课的时间会在学校的附近, 知道迟恩恩在哪儿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吃恩恩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吃得吸引了, 捏了一下心情低落的吃宝贝的脸颊, 玩耳一笑。 好了, 不要垂头丧气的。 吃宝贝滴滴地嗡了一声, 看起来还是心智不高的样子。 吃恩恩忍不住地又揉灵了一把她的嫩脸。 还在郁闷呢。 别郁闷了, 啊, 话说, 我今天才知道我们家吃宝贝这么受女生的欢迎啊, 怪不得上次弄弄靠着要给你送信的姐姐们藏了不少的糖果呢。 哎,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呀? 吃宝贝被她揉得俊脸红红的, 软化了她平时小大人似的早熟感, 露出了更加符合她这个年纪应该有的表情。 她拨开了吃恩恩为所欲为的手, 鄙夷地腻了她一眼, 又傲又酷。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些毛都没有长气的幼稚萝卜丁呢? 吃恩恩无语了。 十八岁之前, 我都不会考虑这些。 吃宝贝拿起筷子, 没有刚才那么的情绪低落了, 淡定地说, 十八岁之前, 我只想赚钱。 嗯, 吃恩恩完全搞不懂她为什么对赚钱这么的执着。 嗯, 其实呢, 你也可以不用那么早地就去想赚钱啊。 吃宝贝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又收回自己的视线, 扮和严谨, 语气格外地坚定。 我要赚钱。 以前她就跟她家女人承诺过, 长大了要赚钱养她。 现在, 她家女人有了隔壁老王养, 她还是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万一哪一天, 她家女人跟了隔壁老王吵架了, 她还可以当她家女人的后盾。 而且, 家里还多了一个笨蛋呢, 笨蛋那么蠢, 又贪吃, 她要存钱给笨蛋攒价装, 免得笨蛋以后嫁不出去了, 被人够欺负。 吃恩恩搞不懂她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问她, 她也不说, 无奈地放弃了, 拉着她一起吃起了东西。